香港雨傘運動持續延燒 香港人持續堅持要求捐普選 講述中共人權問題的紀錄片 《自由中國》在世界各國放映 週五晚上來到台北 包括知名作家屏露 哄仲秋的舅舅 不然駐台記者沈漢娜都到場觀看 紀錄片《自由中國》描述兩位法輪功學員 在中國所遭受的殘酷對待 揭露中國人權惡況 週五晚上在台北放映 新唐人主持人郝宜博 以及故事主角珍珍都轉成出席 珍珍女士 追尼分寸 請站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電影放映片幾乎爆滿 包括知名作家屏露 洪仲秋的舅舅 潑南駐台記者沈漢娜都到場觀看 生命 自由 尊嚴 還有這個宗教信仰 種族 這些都是基本的人權 但是在對岸 它是應該說在對岸的一個環境下 是遙不可及 不管自信的故事 我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特別是看這些法輪功學員 那麼勇敢 看他們的勇氣 也覺得他們面對那麼大的破壞 但是還是可以 可以堅守他們的信仰 潑南駐台記者沈漢娜 開心與故事的主角珍珍合一 希望有機會電影能到潑南播放 我希望很多國家的人 包括我國家 波蘭人可以看這部電影 希望他們可以更了解 可以更了解 這種的破壞在中國 還是到現在發生 電影放映結束 還有許多民眾圍著真正想了解 更多中國人權問題 我覺得我們如果知道 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 我們不能精神 就算我們沒有能力反抗 我們也要說話 讓更多人知道 中國有沒有自由 有沒有思想的自由 有沒有信仰的自由 它確實是關乎到世界 關乎到台灣 關乎到香港 尤其通過最近的太陽花運動 雨傘運動 更多的人意識到 那麼反過頭來 再來看自由中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可能能夠引起更多人的共鳴 放映會現場 民眾真相排隊 與好一波排照合影 也特別拿起黃色雨傘當道具 用行動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 今天亞特電視 陳輝耀 張宇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